早安 早安 我怎麼會有事?別傻了 就是這樣 哥哥, 我想不想上28樓嗎? 我那什麼思慮律師樓? 問你 是呀, 我們也去28樓的 謝謝 謝謝Alice 郭先生, 你的控罪是入屋犯罪 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 到蝕罪條例第11B條 簡單說, 即是爆竊兼在屋內傷人 行了, 這些事不用廢話了 你們倆只跟我說 怎樣幫我打擾他就行了 首先, 我們要分析一下案情 才可以決定怎樣打 空方指出, 案發當晚兩點半 你進入西貢大山村35號 一間地下村屋 偷了五隻手錶、三隻戒指 還有四萬元錢 而且用刀刀刺傷了屋子 媽媽, 你沒事吧?媽媽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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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 有一次我把你放在一起 我有做過的殺人放火 我敢承認 但是這件事我沒做過沒有冤枉我 警方在屋內找不到指紋和DNA 但是就調查過附近的CCTV 除了當晚有踩入屋之外 之前一個星期, 連續四天 都看到閣西在附近出現 似乎在踩線 所以閣西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想買穿屋, 我去看樓, 行嗎? 早上六點替樓, 晚上十一點 又去替樓 你以為上道庭的官員信不信你嗎? 那我怎麼說, 官員才相信? 法律人員是不可以教你怎麼說的 其實看回郭先生你之前的口供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保持加密 那就是說 你也很清楚明白 說多錯多這個道理 不想上道庭被人抽稱? 當然了 警察和官員都很狡猾的 看來郭先生也很有經驗 什麼?想說我是慣犯嗎? 我是 差點一個屋被十, 有一條好漢 現在還硬硬坐在這裡, 吹 郭先生這麼有經驗, 應該很清楚明白 你有相關的犯罪紀錄 對這件案子很有影響 如果你真的打算 稍後進去蹲, 然後又出來一條好漢 你不用找我們 那我找得你們, 當然是想你們幫忙 當然不想回去蹲 麻煩你老老實實 坦坦白白說清楚整件事 我們才能幫你找到抗辯的理據 是, 我進去踩線 但是老伯比不是我好, 是我拍檔 那臭小子過了我一洞 提了一天, 老伯又不通知聲 你有沒有跟別人提過, 你有這個拍檔 當然沒有, 萬一他被警察抓了 包吹合謀的話, 我死定了 我聰明了 不好意思, 我先出去 我先出去 現在一句說話, 他叫我老伯 但是我沒去過那裡 也沒做過我清白的 你們兩個傢伙, 先幫我打吧 郭先生, 你說你那天沒在那裡 那你去了哪裡? 有沒有不在場證據? 有的 有?為什麼沒有跟警方說? 郭先生 行了…一五一十八殺給你知道 Hogan, 一起進私律師房 再談談郭先生的案子 金師爺 有什麼想說? 我知道法援派來的案子 我們遵守Cat Brank rule 沒得推, 沒得不接 我也知道, 作為律師 對所有客人應該一事同仁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們 可以不要幫這個壞人辯護 好 不知道你極未得 我來見公的文書上 寫著我六年級的時候, 留過班 記得, 你的文書很帥 只差了一點點瑕疵 不過我見你這麼坦白 我和師兄都很欣賞 我只是覺得沒必要隱瞞 更何況, 令我留班的原因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六年級上學期, 我放了學 我第一時間拿著一張成績優儀的獎 送回店舖去找媽媽 誰知道回去 我看見媽媽受過傷躺在地上 現在那個賊在收穩機構裡偷錢 你真的認得是郭先生 去你家的店舖爆價 還說弄傷你媽媽嗎? 是 弟弟, 我把你帶走 郭先生是有案底 不過暴洩罪的刑事紀錄是沒有的 當年警方沒有抓到他嗎? 抓到, 不過最後放了 因為唯一的目擊證人沒有去認人 警方不夠了解 我終於明白你為什麼這麼堅持 幫超白找證人 證人一句說話可以幫無辜的人脫罪 也可以把犯了法的人入罪 我生氣郭先生 但是更生氣 答應了造證就是掉底的人 當年郭先生放出來的時候 大搖大把笑著的樣子 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媽媽被人剪了一刀 睡了醫院三個月 我就每天放學都在醫院照顧她 那段時間我不斷做噩夢 夢見媽媽不斷流血 和那個壞人在笑的壞樣子 令我上學沒有精神 無法集中, 成績差得要留班 你應該有PTSD 班主任看到我這個情況 帶著我去看醫生 檢查到我有創傷後遺症 不過我現在沒事了, 康復很久了 經歷過, 應該會變得更強 從我角度看, 對你是好事 但是我想我沒可能幫郭先生辯護 完全理解 不過你應該明白 法官的案件要遵守Captran rule 我們不能退 對, 那個案件不用你跟進 謝謝 金師爺, 那個地下賭檔 K爺已經找到他搬的新地址 不如當我深入虎穴 偷一條CCTV片出來 K爺是幫忙 不過就算讓你找到這條片 也未必有用 為什麼? 不是說幫郭先生找到不在場證據 就可以證明他沒有報價 幫他答得了嗎? 這條片是持有人, 一定要肯出庭 法庭才會接納這個成為證據 這個人去非法賭檔, 比賽是你 出庭嗎? 那怎麼辦? 終於找到郭先生的不在場證據 非法賭檔 那個檔主限出庭做證嗎? 除了賭檔那條街 附近兩條街的店舖 我叫Tony仔也不要放過 好, 終於找到五金店舖的CCTV 拍到郭先生案發事由經過 好, 那五金店舖老闆呢? 答應了, 肯出庭做證 好, 那馬上送一條片去DOJ 他們應該最後會撤銷對郭先生的檢控 差不多六點了, 那邊都下班了 明天早上, 我叫輝仔送過去 那我下班了, 回去照顧 乾師爺, 是不是有東西要送我去證據? 不錯, 報算完成了, 麻煩你 放心吧, 明天早上送去 糟了… 淡定, 什麼事? 信封, 我明明擺放在你搭東西的表面 現在不見了 誰信封? 張SD卡? 就是了, 我打算今天早上拿律政司 今天早上我和女兒最早回來 一起來就發現不見了 有沒有找過其他地方? 找人了 沒理由的, 爸爸你要送出去的信 一向都會疊好放在左邊的桌上 沒理由會不見的 沒有卡是不能進來 大門又沒有被人叫過 很大可能是閉門失褫 輝仔, 你昨晚下班的時候 是不是最後一個離開? 不是, 還有Tony仔 不是一定最後那個離開才有嫌疑的 有人半夜回來偷也行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最有可能偷走一張SD卡的人是Hogan 他敢不妥郭先生, 最有動機 對了, 是Hogan的 當年他媽媽受了重傷 郭先生死了, 幸好脫身 比賽我, 我不趁這個機會報仇 不會的, Hogan也不是這種人 直接看CCTV吧 昨晚升級系統, 沒CCTV 剛好時間, 不下手也對不起自己 等Hogan回來問清楚吧 你們找我 Hogan, 證明郭先生不在場的SD卡 不見了 不見了? 你的眼神發現我偷了嗎? 各位, Hogan是無辜的 是我, 是我拿了一張SD卡 臭小子, 偷東西還這麼大聲 不是偷, 是拿 昨天臨下班, 我看他站在輝仔的桌子前 眼睛睛看著SD卡的信封 我怕如果他一時想不開, 毀滅證據 這樣就很糟糕 所以我留守到最後 不過還是不放心, 怕他晚一點回頭 所以我決定先拿走了 今早上班, 直接送到律政司那裡 你臭小子, 聰明 但你先說一聲吧, 讓我不要怪Hogan Hogan, 不好意思 對不起, Hogan, 我不相信你 不過我有… 明白的, 大家懷疑我都很合理 不過幸好還有一個人相信我